这年呢 是越来越近了 不知道您这年货背的怎么样了 您呢 是忙着过节 我这呢 是忙着给您讲故事 咱们呀 是必定在除夕夜以前呢 我把这清免战争给您讲完了 有人说这不就差不多了吗 这前线呢 仗也不打了 这后方呢 乾隆皇帝也决定撤军了 可说的这说事没多长了 不过呢 越到最后这点 它越有戏剧性 所以说在这呢 我就还得给您呢 重申一下这个时间差 这乾隆皇帝京城那边啊 虽然是决定撤冰 可这政令啊 它一时半会儿的 传不到前线去 您想啊 如今从北京到云南 这飞机啊 不是还得且飞呢吗 那会儿山高水长的 广靠马送信啊 这乾隆皇帝这指的 也得且到不了前线呢 咱这说书呢 它两维空间 玩不了猛太奇 所以在书馆这啊 我就得有前有后的 给您交代 说完了乾隆皇帝这边啊 咱们再交代交代 前线 这会儿啊 前线的众位将军呢 可着急了 为什么呀 因为这领军大臣呢 不是病死啊 就是受伤 现在都胡棱个的 七成以上 也都染了瘟疫 得了重病 这些人呢 把自己啊 要求撤兵的意见 如实都做不给了乾隆皇帝 当然咱们知道啊 上一集咱说了 乾隆皇帝是同意撤兵的 可是现在军营里 他不知道啊 这会儿啊 他军情紧迫 这重将等一天都是煎熬 在这种情况之下呀 他们也不敢去找傅衡 他们知道这傅衡啊 属于是吃了秤脱的铁了心了 是要在老关屯呢 与这缅军主力决一个高低胜负 实际上这会儿的复衡啊 病得也起不来看了 这帮人呢 也就只能找到了副将军阿贵 他们跟这个阿贵说啊 现在的营里边啊 您的官职啊 是仅次于精略大学士复衡 这阿贵听完这话之后 他也作了牙花子了 他跟这重将官说呀 这大元荣啊 这会儿啊 跟缅军决战的态度很坚决 虽然这精略大学士复衡 他本人呢 也知道 再和缅军在这老关屯下耗下去 那也是凶多吉少 可是他不下达和缅军议和的将领 谁又敢去议和呢 这重将啊 还是先各自回营吧 咱们看看态势再说 哎 就是这么的巧 什么叫想兵吃的下了胞子 磕睡的时候 有人给送了个枕头啊 这会儿啊 这老关屯上啊 派些人来了 营门口的小校 飞奔来报阿贵 说缅甸统兵大将叫做诺尔玛派来一位使臣呢 现在就在营门口 要求见大元荣 鉴于啊 这主帅精略大学士复衡 已然病得不轻了 所以啊 才来禀报副将军阿贵早做定夺 那阿贵说呢 既然这样的两国交兵啊 还不占来使呢 咱们得拿出外交态度 把人家是使臣请到寨子里来吧 缅甸使臣进入清军大营 就来到了这阿贵的大帐 人家呢 也不说什么 这清有清言 勉有勉语 人家拿出了主帅啊 让通义写的这封信就交给了阿贵 这阿贵展开信一看啊 人家写的挺客气 上坠着签下坠着万 话虽不多呀 就一个意思 恳起解围 很明显呢 这就是缅甸人泡来的橄榄枝 人家呀 是想一活 那这信写的呀 那还很给清军面子 人家说是恳起解围 那意思就是说呢 你别围着我了 实际呀 这清军对这老关屯呢 也没形成合围 也围不住 这老关屯呢 迎债三面 一面水债 那实际上呢 无论是从陆路 还是从水债方向啊 这清军都没能把这老关屯的缅军为死 打了这一个多月仗啊 人家还有源源不断的援军 能补充进来 这阿贵一看 这不就是台阶吗 有了缅甸人这启合的文书 上至朝廷皇上 下至大帅富衡 以及呀 军中三军 就都有交代了 这就说明啊 咱们虽没打赢 但也没输 给这缅甸一方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 是这缅甸一方啊 先派人来一和的 打发走了缅甸使臣之后啊 这阿贵高高兴兴的拿着这封书信 可就来到了这富衡的大卧之旁 对呀 他要通过主帅的首肯以后啊 两边派人就要起和谈了 哎 也就是与此同时 这T四次清免战争 清军大营当中最戏剧的一幕 哎 马上就要上演了 史书所在 精略复衡 病适慎重 总欲攻克贼债 尽力追缴 不肯允其所请 富将军阿贵以气候恶劣 人多疾病 势难在尽 建议与缅军一和 给予回书 富衡始终不以为然 哎呀 这富将军阿贵 来到了这富衡的大卧当中啊 看这个富衡啊 已经病得不轻了 在炕上躺着都起不来了 于是啊 就在这卧踏之前 把这个缅军要一和的这个情况 与精略大学士啊 汇报了 这会儿的富衡啊 已经病得不轻了 虽然不能勃然大怒了 但是还是不肯一和 他说呀 等我恢复两天 我就亲自指挥将士啊 去攻打敌人成寨 一定啊 能把这股敌人全歼 这富将军阿贵说呀 您没发现吗 今年这缅甸地区的气候 非常恶劣 咱们这人员又多病 所以呀 有这么个台阶 咱就应该下 这缅甸人既然来先找您一和 就证明啊 您已然把他们打服了 这皇上知道了 也不会怪罪咱们 一定会同意 咱们与这个缅人一和 这会儿的精略大学士附衡 躺在病榻之上啊 这气都喘不云露了 一个劲的扑了脑袋 不行不行 就是不行 阿贵也是没辙了 他觉得 如果要是错过了这个机会啊 三军将士无端在此 受损耗不输 等朝廷想明白了 和缅人一和 主动去找缅甸一方 那岂不是就被动了 这就跟小孩摔跤一样啊 谁先喊疼谁算输 那既然现在这缅甸人 他先喊疼了 咱们干嘛不趁势 就把这战争结束呢 于是这阿贵一咬牙呀 要是伪将令啊 干脆就伪到底 他把那些同意一和的所有将官 都召集到了自己的营帐当中 这傅航一睁眼呢 这并踏前边稀里呼噜跪了一片 哪有官职小的呀 什么领队大臣呢 随军参赞呢 提督啊 总兵呢 官最小的都是三品 这些人呢跪在地下 一起啊 向这个精略大学师傅航奏道 现在光景是以撤兵为事 然后啊 就七嘴八舌的在傅航的床踏前呢 自顾自的各说各的理 这傅航一看呢 我这并着 你们给我玩这个炒蛤蟆坑 心中慎愤 他指着这些人的鼻子说呀 你们都给我等着 等一会儿我坐起来 我就写折子挨个掺你们 可是这会儿的傅航 哪还有力气能坐起来写折子呦 已经病得全身无力 这些大臣呢 在傅航的大仗之中 跪着整整磨了半宿 最后这精略大学士无奈 环师看了一下啊 这皇上赐给自己 这山高水长的大卧 前面咱们说了 这个大卧呀 就是大帐篷 又看了看呢 在这帅案之旁 骤驾之上 那架皇上赐给自己的铠甲 也只好无奈的点头 同意了众人的意见 挥挥手 你们各自回营去办理吧 众将文廷各个窃喜 一起回到这阿贵的帐中啊 共同商议议和之事 那既然决定议和了 就得按照议和的方向办 于是就在乾隆44年的12月初期 这傅恒啊 就写了一刀奏折 承报给了乾隆皇帝 他说 勉王孟博 潜人之书 恳求罢兵 情愿 善据表文 十年进贡一次 自差头目二人 承送杨锦 一部等物 臣等坚持不受 将头目等率一众 一百八十余人 附和陈舍营门 再次恳求赤舍令接受 将鱼 盐 菜书等物 分劳军士 绸缎银牌 分赏一众 您瞧 傅恒这道奏折了吗 哎 这前线啊 清扁双方 又向和平迈进了一步 可是呢 这古人写文书啊 永远是嘴上不饶人 这仗打成这个猴德行啊 这嘴上也得强硬的点 这江略大学士附衡 正式向乾隆皇帝汇报 这勉仁孟博啊 派人来启和了 这一和的方向呢 只要天朝霸兵 哎 这勉仁愿意十年进贡一次 并且呀 写来详书顺表 就在头两天呢 这缅甸人派了两个头目 送来了这个 杨锦呢 和尼布 这陈说呀 我们不能要 经这些头目啊 再三的请求 并且呢 率领一百八十余人 把这些礼物啊 就排在咱们的营门口 跟摆摊似的 再三的恳求 让咱们收下 这陈等啊 一看呢 这样也不像话呀 干脆 把他们送来的菜书 鱼肉 当场啊 就给士族们分了 又从咱们大营当中 拿出了这个绸缎和银牌啊 给这些缅甸人分分 哎 这就算是回礼吧 那谁负责和这个缅甸人 接出议和呢 哎 还是那个会议和的老演员 云南提度 哈国兴军门 这哈国兴军门呢 给缅甸来史啊 逐条的讲解呀 这祥书顺表 该怎么写 他说这个祥书的开头啊 应该这么写 得恭善据述啊 缅甸国王陈某 也就是缅甸国王陈孟伯 奉表大皇帝陛下 然后呢 有什么要求啊 再跟皇上逐条的提 什么罢兵啊 什么通商啊 经皇上同意 向我国朝贡啊 等等等等 那当然了 这打仗啊 他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这义和呀 他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这转眼呢 就到了乾隆三十五年的年初 这乾隆皇帝得知复衡 在前线营中病得已然不轻了 于是巴贝利秦吉一到圣旨 降到军前 让这傅衡立刻回京养病 所有谈判事宜 交与傅将军阿贵一并处理 好可怜 这傅衡啊 拖着病重的身子 这才要回到了京城 乾隆朝一代 众臣精略大学师傅衡 才要生死 家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